大家好,我是明仙 今天分享空气束缚雷的做法 不加面粉,无需烤箱 首先碗中打入3个鸡蛋 也可以4个 用勺子取出蛋黄 也就是蛋清蛋黄分离 然后蛋黄里倒入少许盐增加甜味 用筷子把它打散 打散后换一盘备用 蛋黄里倒入几滴白醋去腥 倒入20克白糖,喜欢吃甜的都换点 然后用电动打蛋器中高速打发 打发至冒大泡 打发至冒小泡 打发至有纹路基本就可以了 打蛋器提紧的冒煎就打发好了 然后把蛋黄液倒入鸡蛋白里 用铲子上下方拌均匀 别画千千的拌,容易消泡 搅拌至颜色一致即可 今天用锅煎舒服了 起锅烧油倒入一半的蛋糊 把它分两次煎更容易熟 用铲子刮平整 盖上盖子用最小火蒙5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现在基本熟了 用铲子把它对着就可以出锅了 看着精华精华的非常有时 接着煎下一个 这样我的空气舒服了也就做好了 再撒一些椰龙会更好吃 这做法是不是很简单啊 10分钟就能搞定 不加一点面粉 口感香甜绵软 真的太好吃了 我家女儿太喜欢吃这个了 叫我天天做给她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